好 跟现在我们就来谈这一次中美元首会晤当中一个重中之重的一个讨论议题 那就是双方的一个红线 台湾问题 那我们看到美方还是一贯的提出了过去支持一中政策这样的一个说法 所以您个人认为 您个人如何解读这一次双方在谈论台湾问题上所表达的或发出的讯号 这次基本上还是在都坚持自己的主张 但是其实呢 无论是在这个谈之前还是谈之后大家都知道 台湾问题呢 说通过这一次谈 大家好像就逼着美国说一句什么特别的适合于我们大陆 或者是整个的这个全世界阎皇子孙的胃口的这样的一句话 恐怕也很难 但是呢 说实话 他要想真的要说出一个让大家都感觉到很这个气愤的话 他也不敢说 就是出于这么一个微妙的状态 所以在前几天谈的前几天 王毅先生和这个布林肯先生谈的时候就说了一句 他说你们要注意啊 他说台湾这件事情是一个咱们最敏感的事情 没有说是最本质 最核心 但是最敏感 最微妙的一个问题 这个问题要处理不好的话 咱们可能会发生一种颠覆性的 全局性的风险 注意这两个词啊 颠覆性 全局性 就是说通过这个事可能会影响所有的领域 或者影响到我们整个关系基本定位会发生变化 就敌友的关系 全盘变化 全盘变化 这个里边我就想说 刚才你讲的一个中国政策 其实美国和中国之间在台湾问题上的这个分歧是很明显的 明显在什么地方 我给大家概括一下 中国的对台政策 就在中美之间啊 中美之间涉台政策 中国 我给他概括一二三 一就是一个中国原则 二呢 就是两句话 一句话叫做要争取和平统一 最大的限度争取和平统一 第二句话 不能承诺我们放弃使用武力 这是两句话 第三就是三个公报 这不用说了 美国那边呢是316 316上来也是三 三就是三个公报 这跟中国是重合的 这没有问题 然后呢 它有个一 就是对台关系法 然后六就是六点保证 这么一说就完了 口头上的分歧是什么 三条 这美国说的很清楚 第一个就是大陆不放弃武力 而美国坚持要和平解决 不能用武力 他认为好像他是和平主义的 你看美国成和平主义了 你看他这个这么霸权的 专门以战争为自己的特长的 他认为他好像在两岸 中国人之间的事上 他是和平的 好像北京 好像大陆 好像是要动武的 这是第一个 第一个所谓也分歧 美国说的 第二个分歧 就是说台湾是一个民主制度 图选 直选 而大陆跟它制度不一样 你们这个 这个不能够 所以这个我们要站在台湾这边 这是第二个 第二个理由 第三个 就是现在台湾的局面 不能够哪一方都是一样 这个好像看似公允 就是说不能够单方面改变现状 其实他知道 这时候台湾是没有力量 去打大陆的 这是肯定的 而他就觉得 现在大陆有可能 完全有力量 来收复台湾的时候 他认为不要单方面 其实他就在说 在警告中国大陆 不要单方面改变现状 其实这三个东西啊 都是表面 都不能够作为理由 为什么 和平 习近平主席讲 而且我 我凭我个人一个普通的 大陆出身的中国人 我的感情 我来说 世界上所有的人当中 只有中国台海两岸的中国人 最希望和平解决问题 因为只要不和平 我们都有牺牲的可能 对不对 你以为就是台湾人民会有牺牲吗 大陆人民就不会有牺牲吗 对不对 可能会付出 我们更不愿付出的牺牲 对不对 所以台海两岸的中国人 我们的同胞们 我们是最希望和平的 美国恰好 并不是那个 最希望台海和平解决的那一部分 这我要说清楚 这第一条 第二条 民主体制的问题 所谓选举体制的问题 这个东西 一国两制 就是针对这个而言的 就是说 要解决一个两种制度的问题 对不对 这也不能作为 统一不同意的一个理由 第三个 就是所谓单方面改变现状 现在是谁在改变现状 是蔡英文在改变现状 还是北京在改变现状 这不是很明显吗 这还用说吗 而且这里边 美国也难辞其咎 美国也在纵容 蔡英文改变现状 你美国也在不断的改变现状啊 对不对 你和台湾在 所谓的废约断交撤军之后 你不现在又往里边派兵吗 你又增大军售 难道不是你在改变现状 所以我说 如果这样说的话 是美方的责任多 但是美国为什么要这样 美国很简单 有一句 他没有说出来的 他把台湾问题 把它战略化 把台湾问题霸权化 就是泛化了 就是说 他认为好像台湾这事 如果让中国大陆占了便宜 或者是两岸统一往前有进展 美国的霸权就会如 自由落体式的下滑 会下落 他认为他不能接受 这是美国最大的那心病在这 所以我说 我们要说清楚 台湾问题的本质呢 是一个 中美之间的 其实这不是台湾之 中美之间的最根本的 最根本的还是敌友 刚才讲的那个大定位 大定位没有问题之后 台湾问题豪杰 中美之间 当年50年前乒乓外交 中美就在台湾问题上 有共识 有合作 对不对 建交也有合作 其实到了陈正辩搞台独 我们也有合作 对不对 所以并不是说台湾问题 都是负面的 而关键问题在哪 就是它是个试金石 它在试我们中美两国 到底是敌人还是朋友呢 它可能就试出我们 也就试出美国 对中国 对14亿中国人民的 这个所做的承诺 是不是真话 是不是言人有信 我觉得本质在这里 好 谢谢更新点评 好 谢谢更新点评